梁家傑議員 主席,陳恒彬議員 示範了一個完美的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即是 這個 他跟我說基本法四十五條 我相信他不是我的水平 主席 四十五條 有講 最多 提名委員會 可以提名二至三人的嗎? 主席 四十五條 有講 原來提名委員會提名 有效的票數要過半的嗎? 哪裡寫的? 我相信 陳恒彬議員 陳恒彬議員 需要 搞清楚 我 基本法四十五條 起草的過程 在八九六四屠城之前 四十五條 在一九八九年二月的草稿 是沒有 是沒有 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 這些字的 我希望陳議員搞清楚 為什麼在一九九零年四月份 提稿的時候 是多了剛才本席所提的大概二十個字 主席應該清楚 八九六四屠城之後 香港人心換散 離心離德 當時中央政府為了穩定民心 安撫民情 就是加了這個 剛才我讀的 以我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這個論述和說法 而當然 這個 給香港民主 給香港可以有一個安心 我們見到八九六四 在北京天安門發生的事情 是不會在香港發生的 因為香港可以自己做老闆 香港人是可以有自己選擇行政長官的權利 這個承諾 當時是鏗鏘有聲 做的也都明白為什麼 因為他要哄香港人 繼續相信共產黨 繼續留在香港 泱泱大國 作為治國的大黨 今天 可以背信棄義 過橋抽辦 打完債不要和尚 陳恆斌議員還可以厚硬 在本議事堂 講 說什麼是原意 搞清楚事實 才好發言 主席 講到原意 在八十年代 我們見到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拜會 鄧小平先生的時候 香港人已經知道我們要向一個奉行共產主義 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度回歸 當時我們的心情 是忐忌 是不安 是焦慮 是恐懼 主席 處理這個心情 當時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用什麼的方法 他說 中英聯合聲明 聯合十四個副表 巨細無遺 將香港當時的價值 生活方式 列了出來 馬照跑舞照跳 就是當時 一個最容易令香港人明白的概念 如果說得法律一點 就是在基本法的罪言裡面 清楚說明 基本法是用來落實 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而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我引述 以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予以善明 這個就是原意的主席 香港人 相信 相信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這個 在基本法 落實的 制度 是用來 落實 貫徹 中英聯合聲明 讓我們不需要擔憂 這個 行使人民民主專政的宗主國 擁有無上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 擁有無上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 擁有萬權於一身的 制衡的 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之中最高的架構 是不去約束自己的權力 一國兩制 根本不能起步 探賀成功 但去年的6月10日 我們見到國務院 講的白皮書 是有權必用 用時必盡 跟著831 是堅持 由中共篩選之後 香港人才可以選特首 原意 自有公論 原意 自有公論